孙先生有一辆奇瑞新能源汽车 他说车子在过减速带时 有时会感觉到刹车失控 4月3号 孙先生在杭州兹天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买了这辆奇瑞EQE 开票价63,500 孙先生说 有一次他妻子开车去地下车库 刹车正常刹车 大家知道下地下车库的时候 刹车不可能速度太快的 刹车的时候经过减速带 一下这个车的话就失控 差点就撞到前面收费平的栏杆上去 孙先生说 他在一些坡面上试过车 也碰到过类似情况 前面在坡上面有紧失贷 当经过减速带的时候 它这个ABS会启动 启动之后车辆会明显 有一个刹车会伸开的感觉 会往前冲 这个很危险 就这种情况 车会往前冲 是吧 嗯 它的ABS启动 我感觉是有延迟的 这延迟的这一瞬间 车辆这个时候轮胎是空转的 失控的 嗯 孙先生认为 这种状况有安全隐患 他把情况反映给了负责售后的 奇瑞新能源杭州滋天服务站 那我的要求就是说 你能给我修就修 不能修就换 再不行我就要退车了 那么他说他会跟厂家反映 没有 在之后就没有回复了 奇瑞新能源杭州滋天服务站的小刘说 在记者采访前 他陪着孙先生刚刚试过车 从试车情况来看 刹车距离没有问题 小刘说 孙先生说的ABS 指的是防暴死制动系统 他认为孙先生反映的刹车失控 是一种错觉感 介入防止你能台BOSS 他肯定速度会 相对来说要提上去 那么一码到几码的时候 他就感觉得到有个顿挫感 所以他就错觉 就是说产生 感觉我这个刹车刹不了 小刘说 他的建议是 孙先生有疑意 可以去走第三方检测 他们到时候会将报告提交厂家 孙先生表示认可 要不要把黄金眼技术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